大家好,我是猫盾 猫盾并不是一个直伤型的角色 加上怒弓又是打全体的 所以这个怒弓最终伤害提升的能力 实际上对它的影响并没有很大 也没什么意义 接着我们来看专武的下一个效果 专武炉火纯青 提升了丁凤三星被动的效果 将原来的只能将一个可驱散的火烧状态 转化为不可驱散的火烧 提升到了可将三个不可驱散的灼烧状态 转化成可驱散的灼烧 并且还新增加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效果 使它们不可被引爆 SP周瑜的新火烧队 最大的问题就是周瑜的快速引爆 会先引爆对方的魂火 进而触发SP孙策的羁绊挂火 导致我方快速地被直接挂上几十层的火烧状态 这会使到我方的武将来不及 将灼烧慢慢消耗掉 尤其是非吴国的武将 很容易在轮到自己行动时 就直接被灼烧给烧死 有了丁凤专武的不可引爆 就可以有效降低前期敌方灼烧被引爆的数量 间接地使我方被敌方SP孙策挂火的数量减少 也让SP张辽等非吴国的武将有更大的概率可以生存下来 这是丁凤专武炉火纯清新增加的不可引爆最大的好处 让三个灼烧变得不可驱散又不可引爆 丁凤专武这是把火烧队又再次拉回了老火烧室 慢慢烧烤的节奏 这是新火烧和旧火烧队的最大区别 丁凤的神乎奇迹效果 会使丁凤自身施加的灼烧效果也变成不可被引爆 这么一来就不会把怒功转化的不可引爆效果 全浪费在自己施加的灼烧上 毕竟丁凤自身也是一个能施加很多层灼烧的武将 而且专武还再次加强了丁凤施加灼烧的能力 从第二次怒功开始 丁凤每多释放一次怒功 就会额外对目标施加一层灼烧 单次最多可一次直接施加五层灼烧 真的超夸张的 这么一来 加上蒋亲 火烧队就会有两名武将 可以一次释放多层火烧 只要你拖得住 时间拖得越久 丁凤火烧队的火力就会越来越强 最后来说一说 关于丁凤专武的抽取建议 如果你玩的是SP周瑜的火烧队 我是建议抽一把的 因为有了丁凤的SP周瑜火烧队 是真的会比以前稳定了许多 至少自己人不会那么容易暴毙 如果再加上徐胜的专武 那么火烧队还能更加稳定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徐胜的专武 徐胜专武的略有小成 一样是提升了徐胜的三星被动 专武会使徐胜开场 为我方全体添加的移成效果 从两层提升到了三层 移成的受到暴击伤害 降低20%的效果会维持不变 但受到超过最大生命值15%的伤害时 徐胜会为其恢复本次受到伤害60%的效果 会提升至恢复80% 效果每触发一次 就会消耗掉一层一层 最重要的是 恢复效果的上限 也从最大生命值的30%提升到了40% 这大大的提升了徐胜为全体队友受伤后的回血能力 最关键的是 他对火烧伤害也能有效 非常适合用来对抗火烧这种 可以一次性造成的大量的成群伤害 有了徐胜的移成保护 就能降低我方五将被灼烧直接烧死的概率 专武的炉火纯青效果 会使每层一层额外屎自身受到的伤害降低5% 并且移成的最高叠加上限也会从原来的五层提升到了七层 徐胜除了可以在开场对我方全体施加两层移成外 由有方任意武将每成功施加两层灼烧时 徐胜也会对自身和前排所有武将施加一层移成 随着蒋亲的加入 火烧队现在又多了一个怒攻 可以直接添加两层灼烧的队员 这么一来 徐胜的移成也可以叠得更快 随着移成上限的增加 这也间接地提升了火烧队前排的抗打能力 减伤的提升也可以让徐胜的移成恢复效果 不会那么容易就被触发而消耗掉 这同时也会让徐胜能更容易地触发 专武所给的第三个效果 专武的神乎奇迹效果 会使我方每个武将首次将移成叠加到七层后 使其造成的灼烧伤害提升30% 效果可持续至战斗结束 很意外的 徐胜专武的神乎奇迹效果 居然给了他一个使灼烧伤害提升的能力 这应该是徐胜的第一个增伤技能吧 这么一来 徐胜对火烧队的提升就更加全面了 有了专武徐胜入队后 火烧的主力就要站到前排去 因为只有前排才能叠满移成 并触发徐胜的灼烧增伤 当中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SP孙策了 SP孙策能叠很多火烧 但他的灼烧伤害都偏低 因此他缺乏的正是火烧增伤 徐胜专武同时提升了队伍坦度和灼烧伤害 这非常符合丁凤老火烧队慢速火烧的需要 徐胜有了专武后 目前在火烧队里是比鲁素更好用的 鲁素虽然在对抗灭队的能力更强 但在队上火烧队时的作用就不怎么样了 所以如果以综合能力来作为标准 徐胜会更符合目前火烧队对环境的需要 作为目前少数有能力抵御火烧伤害的武将 徐胜在打火烧队时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不过由于怡城需要靠释放灼烧来支持 所以徐胜也只能在火烧队里能用 和丁凤一样在其他队伍都用不到 因此有能力的火烧队玩家 可以考虑两把徐胜和丁凤的装武都拉了 先拉丁凤之后才拉徐胜 有鉴于徐胜对抗火烧队有良好的作用 所以SP张飞的火烧队也是可以拉徐胜专武的 徐胜的专武也可以用来增加SP张飞在前排的生存能力 增加打火烧队的胜率 不过SP张飞的火烧队 可能在下个SP版本就会直接拉SP貂蝉入队 到时就不会有徐胜的位置 所以要不要拉就看个人了 同时拉徐胜和丁凤的专武还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可以把SP张辽从火烧队中解放出来 同时又不会使火烧队失去太多的强度 这么一来就可以把SP张辽放到其他队伍里 去增加天下三队的整体强度了 不过在拉这两把专武前 你可能还有一个额外的考量 下个版本会出的两个专武 很有可能就是诸葛果和王源姬的 这两把专武在日服是已经推出了的 这两把也同样是有价值可以拉的专武 相信只看人物 大家也可以猜到这两把专武可以用在什么队伍里 而下一个SP武将也正式貂蝉 要女团还是要火烧 这是需要考虑的事项之一 在确保有足够的储备去拉诸葛果和王源姬专武的前提下 采取拉丁凤徐盛专武也是一个选择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